尊敬的 注意统修 注意护法 大家吉祥 阿弥陀佛 非常难得 这个 我们精进佛二 等一下 今天我们就圆满 最后我们要一起来 做一个总结 做一个大回向 希望大家念佛能够发喜 有没有发喜啊 还是 都是一样 不争不减 如果你念佛都不能发喜了 那其他法门就不用讲了 这么简单 这么方便 以前呢 有人问我 什么样的人 在这个世上 在这个生活里面 最有幸福的 最快乐的 很多人都常问我这个问题 我常常跟他讲 能够安分 知足 绝致 欲望 这样的人 在这个世上 是最幸福的 懂得知足 懂得感恩 你在这个世上 最有自在的 没有人比你更幸福的 你不会跟人家 斤斤计较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环境 在一切处 一切事 你会过得 非常的自在 无论人家 怎么批评 无论人家 怎么样的 烟忘 无论人家 怎么样的 毁谤 侮辱 伤害 你会 事事如意 不会被这些 而来干扰 像这类人 是最幸福的 能做到 很难 师父 所以你看 我在这个地方 我说实在的 我感恩 大家的照顾 感恩 大家给我 这个机会 能够跟大家 这个法源 特别是我们的 雪梨 静忠学会的 我们的 政居士 还有我们的 政态 都非常的照顾 这个说实在的 我们又非常感恩 今天我们 雪梨 静忠学会 能够 今天的 这么殊胜 也是 他们两位 跟大家 这个 无私的 为大众 来服务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 所以我们无论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感恩 要知足 还有一些人 有些问 什么样最珍贵 什么样的最珍贵的 你能够遵守戒律 像我们 佛法讲的 五戒十善 你能够遵守 就好像 凭人得宝 就是 贫穷的人 得宝贝 黑暗 得到的光明 因为 倔力 是一个光明 光明之入 智慧之入 属于 它是最珍贵的 按在这个世上 什么样 修学佛法 最好的良方呢 什么呢 你看我们 佛法里面 释迦牟尼佛又讲 八万四千法门 什么样的佛法 是最良方的 是最好的 什么呢 佛常常告诉我们 有忍辱的人 是处事 最良方的 你要提升 自己的境界 你要提高 自己的修养 你要靠什么呢 你没有忍辱 是没办法的 处事 待人觉悟 无论在顺境 一切的境远 你没有忍辱 是没办法的 所以 修行 都要靠忍 什么都要忍 像忍如先人那样 无论怎么样 人家对待你 你要忍 因为在这个世上 我们 不像我们 西方级的世界 西方级的世界 都是好人 我们这里 很多坏人 特别是 很多这些 我们的燕金寨主 念头不善的 常常来干扰 常常来麻烦的 如果你没有忍辱的话 你一切 被这个境界而干扰 那我们修行怎么能够成就了 念佛怎么成就了 所以在一切法当中 释迦牟尼佛讲的五量法门 归纳起来都是八万四千法门 离不开忍辱这两个字 你没有忍辱是没办法成就 所以金刚经所讲的 借法得以忍 所以从明天开始 不要说明天 从这个当下 从今天 以到什么样的境界 今天师父说的 我要忍辱 我真的有忍 我看到我老公不听话 我有忍 听到耳里不听话 我有忍 听到先生 太太 不听话 我也有忍 什么都要忍 看到一切人 让你不顺眼了 我也要忍 阿弥陀佛 你不要被这些境界 而受感染 然后来发脾气 影响你的情绪 让你真的 睡也睡不好 吃也吃不饱 这个生活真的苦不堪圆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有逆缘 都有顺眼 都有敬缘 你要忍辱 所以以后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看到谁在 怎么讲话 遇到什么样 你最不愉快的 一句阿弥陀佛 有忍 有忍 这个 在身上 最后呢 很多人 什么样的人 最有福报的 什么样的人 最有福报 刚才讲的 什么样的最珍贵 什么样的良方 是最好的 什么样的人 是最幸福的 那我们今天来讲 什么样的人 最有福报的 最有福报 长寿不一定有福报 最有福报 最有福报的人 你能够念这句阿弥陀佛 你能够闻到这个法门 而将来能够亲近阿弥陀佛 了生死出三界 不会再受任何的苦恼 不会再受任何的烦恼 不会再受任何的生老病死 这样的人是最有福报的 没有比这个更有福报了 所以过去 祖师大的常讲一句话 依据阿弥陀佛 得一切万法 的大总词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什么样的圆满的佛法 在这个虚空法界 什么样的法 是最圆满的 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中 全部通通记住了 那所谓的 这一句名号 真的是万善同归啊 在这个世上 在这个虚空法界 什么样的圆满的佛法 到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通通都记住了 换句话说 一句阿弥陀佛 能够代表整个虚空法界 一切最圆满的法宝 除了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那你想一想 你念一句阿弥陀佛 等于 把虚空法界 一切最圆满的佛法 最圆满的法宝 通通记住了 你还不珍惜 还不好好念佛 你还搞其他的 那个不是已知了吗 所以念佛 要给人家看 你这个人脸上很发喜 头发又整齐 脸上又欢乐 看起来 人家你念佛 人家看到会欢喜 会气瘦 如果你念佛 看起来无精打采的 什么都没有精神 这个念佛 人家看到还怀疑 这个念佛真的是快乐吗 所以今天 最后我想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最后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准备大回向 再有十分钟 我们看下面 偶一大师在《弥陀经》要解是怎么说的呢 你看这个偶一大师 注解《弥陀经》要解里面 他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 这个是偶一大师讲的 他说西方净土无逆十恶 十年成就 待业往生 居下下平者 接得三不退也 你想一想 今天你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说你的福报有多大 真的太大了 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念佛法门的特色 也无比的殊胜 也说明这一部《弥陀经》不可示意的功用 只有在西方几个世界彩虹 在十方世界是没有看到的 这个就是我们念佛法门的特色 什么特色呢 无论你今天造了什么样的业 我们佛法刚才讲的 无逆十恶 只要你肯回头 你肯忏悔 而且我们在讲 无逆十恶就在世间 都是造极重罪的人 造很大的罪业的人 只要你临终的时候 你肯回头 你肯念佛 你肯相信 阿弥陀佛照样还是能够来得救 在其他法门是没有的 真的 你想一想 像这一类的人 切妄当中 难得起一样 不是那么容易的 连无逆十恶的 阿弥陀佛的 都能够来帮助我们成就 那其他的我们就不用讲了 我们今天也不可能 造得这么严重的罪业吧 我们不可能啊 什么叫做无逆 逆就是叛逆的意思 全违背自己的良心 换句话说 全违背自己的自信 极大之恶 都能够往生净土 其他的就不用谈了 连这一类的人 阿弥陀佛我都不放过 都不会把他放在千里之外 以大慈大悲来救度 以大慈大悲来帮助 不要受任何的恐 不要受任何的烦恼 特别多在五间地狱 你想一想 阿弥陀佛的慈悲到几点 其他的没有啊 你说我们今天能够遇到这个法门 你说是不是遇到宝贝 真的遇到宝贝 如果福报之大的人才有这样的能力 才有这样的善根 才有这样的福德 才能够遇到这样的好的因缘 那我们今天来讲一讲 什么叫做无逆 第一 出佛生险 佛的福报是非常之大 想害佛 杀佛 杀不掉的 但是 如果你有恶心 让佛能够流一点血 这个可能 我们会杀佛是不可能 杀不掉的 但是能够一个恶心来伤害到佛陀 让佛陀留一点血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你想一想 佛是三界的导师 人间的天目 你害佛让一切众生得不到佛的教法 这个害所有一切的众生 这个罪过很重 像这一类的人 这么严重的罪业 阿弥陀佛都这么大慈悲心来帮助 我们没有 那第二个是什么 杀阿罗汉 阿罗汉是得道之人 也是好老师 住在这个世间 能够教化众生 纵然不教化众生 他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福 不遭难 那今天我们来杀害阿罗汉 你想一想 等于杀害一切众生 带来灾难 你说你的罪过是不是很大 很大 那第三是什么呢 杀父亲 第四杀母亲 母亲对我们养育之恩 不致报恩 还要杀害 决定 堕阿比地狱 这个地藏菩萨 本元经讲得很清楚 那五逆是什么 第五都是破合合身 破坏政法 让这个政法不能弘扬 这种罪啊 都是犯了五逆之恶的 无间地狱的 你想一想 像这一类的人 阿弥陀佛 还是能够用慈悲心来帮助 今天我们想一想 这个法门 为什么叫做男性之法 太难相信了 如果没有大上跟大福德 大移民是不可能的 犯了这么大的 急重之罪的人 只要你相信 一道善之事 提起正念 你忏悔 你改过自信 我真的要发怨 我真的要改过 我以后不敢再造 我真的趴路忏悔 阿弥陀佛 都是来帮助我们的 这个就是偶一大师 在这一个 弥陀经要解里面 特别把他提出来 告诉我们 阿弥陀佛的大愿力 真的不可思议的 那今天我们如果用 虔诚的心 来念这句 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你说 阿弥陀佛会把他放在千里智慧吗 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要相信 所以弥陀 弥陀经这个偶一大师 为什么把这个信 排为信佛 排为第一的 你要相信 释迦牟尼佛 你要相信阿弥陀佛 确实真的 阿弥陀佛 大慈大悲 普渡众神 这个就是偶一大师 对以忤逆持恶的人 有一个信心 虽然我们今天 愚痴 没有认识佛法 愚痴造了这些 忤逆持恶 我今天我真的 忏悔 我要来念佛 阿弥陀佛 还是照样 那偶一大师 就在弥陀经 又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看下面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知道了 下面的那一章 偶一大师告诉我们 而且最难得就是 居下下评者 皆得 散不退 谁人你下下评 往生的 犯了无利时恶人 或者一些 严重的 一些资罪的人 到西方级的世界 一切终生 都是通通的 他们上不退传 就等于 得阿维越之菩萨 你要去哪里找 他找不到 你看那个 斯加木里佛 在弥陀经 不是讲得很清楚吗 佛告诉 舍利佛 舍利佛 极乐国度 众生生者 皆是阿皮八至 其中 多有一生 不处 其属 甚多 非是算数 说能 自知 但可以无量 我便阿森起说 什么叫做 阿越 为之菩萨 三不退 成菩萨 到西方级的世界 都是 你想一想 我们 一个人 反复 大悦 往生 到西方级的世界 见识 烦恼 一瓶都没有断掉 但是 你一到 西方级的世界 你的智慧 你的神通 你的能力 都是跟 七历菩萨 一样的 都是阿威 为之菩萨 那什么原因呢 这个就是因为 阿弥陀佛 本院 为神的加持 如果没有得到 阿弥陀佛本院的 为神加持 是不可能的 你看你一瓶 无名烦恼 没断 你只是大业往生 你到西方级的世界 你的身份 就是七地菩萨 是阿维 越智菩萨 三不团 三不退转的菩萨 那个功德太大了 没办法 是形容的 就好比是什么呢 好比是一个贫穷人 是一个贫贱的人家 一无所有 但是 你有一个很高贵 很有福报的千细朋友 他提醒你到他的地方去住 然后他提供给你 所有他所有的 依律都不少 就是说 衣食住行 跟他都是一样的 你个人 一无所有 很贫穷 贫贱的人 到了那边 你的享受 都是跟阿弥陀佛一样 这个东西是你的吗 不是 没有一样是自己的 生到西方级的世界 都是这个样 就好像我们要 生到这个世间 人人想要做太子 受到那一种太子 帝王自家的那种 那个 服务 有可能吗 除非他生在帝王自家 作为太子 如果的话 是不可能的 但是你生到西方级的世界 人人都是太子 受到那种待遇 阿弥陀佛有的 全部都有了 你想一想 在其他的国土是没有的 就算下下品 你也能够得到这样的 只有在西方级的世界 这个问题要没解决 经典就告诉我们 其中多有一生补处 一生补处是指 等觉菩萨的身份 等觉菩萨在西方级的世界 有多少 没办法去计算 太多了 所以四尊告诉我们 非是算数 说能自知 但可有量 无边 阿神其中 像等觉菩萨在西方级的世界 到处都是 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文书普贤 弥勒菩萨 种种的 到处都是 我们今天往生到西方级的世界 他们都是我们的学长 你跟他们统在一起 住在一处 什么能够会退转呢 不会退转 你永远不会退转 这个就是啊 我们所讲的 偶一大师 在《弥陀经》 要解里面 很多 为我们提出来 提供出来 对于净土 对于西方级的世界 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海 对于这句名号的功德 真的不可思议 通通为我们提供出来 今天如果我们不好好来珍惜 那真的 辜负了阿弥陀佛 辜负了 偶一大师了 所以今天我们 学佛 念佛 最主要的 就是把你的方向 把你的目标 能够有一个锁定 将来啊 依这个方向跟目标 我们到 请进阿弥陀佛 到西方级的世界去 何乐而不为呢 那你说 这一生 最圆满的就是这一个 这个啊 就是告诉我们 西方级的世界 真的确实真的太大的好处 而最大的好处 就是无量寿 而无量寿决定一生成佛 没有死亡之苦 说佛世界 人命短处 重难得人生 有因缘之谜 以前世的事情 忘了干净 而我们今生 又在继续修行 那什么时候 才能够解决呢 这个就是看自己的 个人的因缘 个人的本分了 该怎么生死 就怎么生死 该怎么了 都在关键在自己 别人是没办法的 诸佛福萨 是为我们指一条路 路怎么走 都是自己的决定 所以我常常讲 一个人的性格 能够决定他的未来 这个性格 就是讲你的念头 你的念头是不是正念 你的念头是不是阿弥陀佛 能够决定你的未来 就是坐在这个当下当中 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佛法好的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今天呢 简单来为大家说明 因为 所讲的就是最精华了 所以听听 好处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要绕一大圈 绕一大圈 听了好辛苦 你把那些精华 听了好好去应用 就算依据阿弥陀佛 那也不得了了 听懂吗 所以释迦摩尼佛要入涅槃之前 他告诉阿弥陀佛 人能受法 能行法者 师乃名曰 供养如来也 你能够行持 然后呢 依教奉行 将来往生西方 吉德世界 这个就是对十方 一些诸佛如来 最大的供养 那你也不好好学习 所以听经的好处 都是在这个地方 你看师父 为什么喜欢听经 为什么 精华嘛 你看老和尚 净土大经里面 讲了一大圈 好长 但是你把这些经 你把那些重要部分 把它说起来 应用在生活里面 你就等于把整部大经里面 落实在生活了 这样怎么好 所以多听经 特别是我们师父上人 所讲的经 全部都在里面 最近 全部都在里面 法师家摩尼佛 八万四千法门 全部都在里面 你要好好听 对你有很大的好处 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老实念佛 我们呢 在这个佛法里面 释迦牟尼佛也常常 为我们说明 什么叫做佛欢喜日 佛最欢喜的是哪一件事 众生能够知道自己的错误 众生能够知道自己的过失 而能够不断地去检讨 不断地去改变 不断地去改过 以前不善的念头 我现在把它改过 以前不善的言语 我把它改过 以前不善的行为 我把它改过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佛最欢喜日 佛最欢喜的就是看到众生 能够改过自现 发入忏悔 这个就是佛最欢喜的 阿弥陀佛最欢喜的 就是这一等人 今天简单插过这个地方 等一下我们最后 来跟大家做一个回向 那我们祝大家六十吉祥 以后有因缘 有这个机会 再跟大家来分享 来跟大家分析 把这个佛法 能够应用在生活 谢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老实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